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去探索此进驻 开杠 把这些海洋垃圾变废为宝 可以利用这些海洋垃圾来制作杀线杏顶 利用柴刀将它们的顶部去掉 在杀线初步的地方跑一个坑 把杏顶埋好以后 又甜甜吃下的鱼骨头作为幼儿 找一根绳子 一端板树枝 另一端板鱼头 把棍子勤斜插入和吊线形成飞子 幼儿离井口大概两厘米左右 陷阱专制成功 退潮了走 去海边看看海 我来到海边意外地发现 有一条长嘴鱼漂浮在海边 走回家生活作法 我利用藤蔓蒸鱼捆在树枝上 蒸鱼放在火上烤起来 再去后山找点素菜 我再次来到发现仙掌的地方 搞几片回去烤着吃 六木棍将仙掌穿好 熟了熟了开炮 今天的晚餐有 鱼烤鱼还有烤仙掌 还口鱼肉 原汁原味 来口仙掌 非常鲜嫩 简单的吃完晚饭后 我写了一封铁铁们要求的信 愿孤独的人有组合 愿流浪的人会唱歌 为了保护海洋生态 我把漂流瓶改成了飞机 这样第一环保 第二还能满足粉丝们的心愿 这一粉丝许完愿以后我带上了我海滩上剪刀的二极魁准备出探索神秘建筑 我把神秘建筑简单划分为ABCD四个区域 今天就先探索A度第一层 在探索中我意外的发现墙上贴了几张简状 怎么会有剪刀 难道是少恶训练营 走再接着探索 又意外发现一个电池 这可是好东西 又发现一张锡纸 我将锡纸剪成条状 把它放在电池两端 它的原理就是有电池的正负级短路 走可以带回去生活用 剩下的明天再来探索 我将锡纸剪成条状